師傅,為何你每次開關前都要點蠟燭? 因為蠟燭就是代表一份契約 契約?是跟誰簽的契約? 是跟我們簽的契約 一份生人同死日的千年契約 引發出的年村基底奇談故事 鬼吹燈志,精絕古城 現在,精狀開頭 我和肥仔船兩個跑到過去 見到阿英嚇到羽毛倫似的,似著黑暗的前方說 在前面沒多遠的地方,居然被他發現了一個人工的窩棒 裡面還居然,居然 連續說了幾個居然之後,就嚇到幾乎說不下去了 什麼? 這個既神秘又詭異,甚至連住在附近的村民都不敢輕易入來的野人溝 你還活著? 居然有是不是有一個人手搭的窩棒? 裡面居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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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然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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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 他們說惹人, 還是幾十年的盜墓賊? 阿櫻, 究竟有什麼?你快點說, 快點說 有, 有, 有幾個死人 被他嚇得我, 一聽就說死人 我們兩個人, 本來幾乎要跳出來喉嚨定心, 殺時間定了不少, 哎呀死人 難道你還怕他翻身來咬你嗎? 這樣都好怕 不過, 我們兩個大男人就說, 阿櫻畢竟是個女孩子 別看他已經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老獵人, 可能對著生生生生的猛獸他不怕, 不過死屍這些東西, 女孩子始終都容易害怕些 我跟著他指的方向, 和肥仔船長的人爬進了前面的一個窩棚, 裡面除了有野獸皮之外, 在角落頭的樹, 昏著三具的屍體 你幾條屍體, 已經腐爛到幾乎只剩下一層骨在樹, 在他們爛靜的眼眶和鼻孔的樹, 還不時有些屍蟲和蟻在爬出爬飲 老狐, 我說為什麼進來這條野人溝也見不到野人呢? 原來全部都露射在這處, 我看他們未知是野人 你看看, 他們的衣服都爛得了, 野人在那邊找衣服穿, 而且我覺得他們的服裝好像很熟臉 這些似乎是軍服, 而且好像是以前的抗戰片裡面, 看過那些日本人穿過軍服似的 老狐, 你看, 這個人還背著一把日本刀 老狐, 這把刀還多漂亮夏天 老狐, 你說我拿著這把刀, 像不像以前看的抗戰片裡面, 那些日本人的指揮官 老狐, 日本人的指揮官? 咦, 難道這幾個真是那些日本鬼? 不是吧? 不是日本鬼, 投降之後, 投降了軍隊, 全都翻扯了嗎? 難道他們沒有扯到? 老狐, 你這個肥仔船, 肯定是上歷史堂的時候, 整天都睜著睡著 老狐, 不要浪費我那麼多了, 你快點說一下, 究竟是甚麼回事? 老狐, 我們這處已經靠近了蒙古和我們之間的邊境 當然, 日本人在無條件投降的前夕, 蘇聯的大軍就南下進攻, 駐紮在中國東北的班東軍 常理智, 號稱是日本最精銳的百萬關東軍, 打到土崩瓦解 聽說有些日本鬼, 被人打散了之後, 就躲進來原始森林這處 可能, 他們一直都不敢出去, 又和外奸失去了聯絡 不知道日本已經戰敗投降了, 所以就一直躲在森林裡面, 直到怒死了 不過, 這些日本鬼在森林裡面游蕩了那麼久, 肯定那些頭髮糊塑都長得不像樣子 再加上, 他們的衣服穿了那麼久, 早就已經熔熔爛爛了 所以, 可能當年有些人見到他們, 所以很可能是當年的村民進來見到他們, 就只為他們是野人 那才有隻野人狗的傳說 嗯, 胡大哥這麼說, 我覺得也很有道理 這裡已經是原始森林的邊邊, 向北就是大草原 那處有很多沼澤, 所以根本走不出去 向南就是大大片的原始森林 如果沒有獵狗帶路, 就算好像我們這麼有經驗的獵人, 走進去之後, 都不需要走得出來 我在屍體爛剩的衣服的衣袋裡面, 又找到日記本 裡面寫的全部都是日文, 但是因為日文本身也有很多漢字 雖然某些字, 跟他們原來中國的意思已經是剷得很遠 但是, 靠著裡面這些漢字那樣, 估下估下其中的意思 這本日記寫些什麼, 我大概都明白了七八成的 這本日記裡面講, 他們是東來的關東軍 被蘇聯軍打散之後, 一個叫做鄭牧少祖的軍官, 帶著剩下的一個小隊的士兵 即是大約有成二百人, 走到來黑風口, 一座秘密的地下軍事招賽裡面 準備和招賽其餘的關東軍會合, 和蘇聯人進行最後的決戰 但是, 可惜快到了地下招賽的時候, 他們踩到一個大煙拋 即是森林裡面, 突然形成的沼澤 唯一一個知道招賽位置的士兵, 和大陸的響道都跌進去死了 於是, 剩下的人, 始終都找不到這個秘密招賽的入口 想翻出原始森林, 又鋼失了路 再加上, 空信兵, 連器材都跌進蕭襲裡面死了 所以, 他們就只好, 在深山裡面住了路 結果, 一住就住了三十幾年 整隊士兵, 好多人, 有些病, 有些自然地老死 寫到這裏, 後面再沒有什麼記載 所以, 可能, 寫字的人, 自己也死亡 原來在這個野人狗的原始森林裡面, 真是有班殘存下來的日本人 怪不得, 村民有時說見到野人在活動, 甚至, 那幫人進來杜墓的杜墓賊 可能也遇到這些日本兵, 這樣才被他們殺死 既然這場只有死屍, 沒有什麼其他情形 我於是就招呼雅英, 三個人一起回去, 掘那個古墓的地點 我計算了方位, 避開了墓室頂頂之後, 打側向下掘下去, 很快就掘到墓牆了 這層墓牆, 全部都用亨土亨實的, 所以, 都不知道多麼堅硬 就算是鋒利的弓兵鏟, 鏟在上面, 都只是鏟了幾條人, 根本都沒有辦法將它掘開 事由此理, 想不到, 你們金國鬼, 牟牆那麼堅硬, 早知帶點炸藥來好了 老粗才用炸藥, 這層坑土, 其實是用當時的宮廷秘方調製 裡面混合了糯米汁和紫料的亂七八糟的東西, 不過, 因為調和了這些東西 所以, 它比現在的混凝土, 水泥都重要結實得多 這種秘方, 本來是北宋的皇室才有, 後來, 金兵滅了北宋, 抓了兩個皇帝回來 所以, 這些工藝, 才流傳入金國的帝族手裡面 不過, 這層墓牆雖然很硬, 但是都有辦法破它 不是啊, 我帶這麼多醋來做什麼, 來, 肥仔串, 一齊把種醋倒下去 雖然醋的腐蝕性不是那麼強, 如果不是我們都不可以喝, 是不是? 但是, 要來對付這種用秘方調製的坑土, 就很有其效 這個呢, 就叫做一物治一物了 等那些醋滲進去墓牆之後, 你再掘它, 十足十就像掘豆腐那麼容易 好快, 裡面堅硬的墓牆, 就已經被我們掘出了個大洞 肥仔的船人剛剛要爬進去, 讓我一手拉著它 首先, 我叫阿英, 抓了幾隻麻鳥來, 放在鳥裡面, 倒進墓墓裡 試一下裡面的氣, 究竟可不可以被人呼吸, 究竟有沒有毒仙 因為一般這些古墓, 起碼整個墓墓裡都封閉了幾百年 裡面的空氣一直都不流通, 就算沒有屍氣在這裡 只是這些停滯了那麼久的空氣, 說不定都會成為有毒氣體 果然, 倒進去的麻鳥, 過了一陣, 你再拉回鳥籠上來, 那些麻鳥已經死了 於是, 我們又等了成兩炷香的時間, 再抓了兩隻麻鳥, 放在鳥籠上, 倒進去 每次的麻鳥沒事, 意思就是說, 裡面的氣體已經被山風吹得差不多了 我和肥仔船, 兩個人, 先喝了幾口燒酒, 撞了撞膽, 再帶了口罩, 手套, 在頸上, 又掛了大金牙, 送給我們兩個那個魔金教委的護身符 好, 再拿了黑雷蹄, 糯米, 手電筒, 在腰間插著那把工兵鏟, 接著就要進古墓了 喂, 你兩個帶我進去, 我這麼大個人, 都沒見過古墓裡面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麼, 這座古墓有什麼好看呢? 有一條絲和一些陪葬品 其實, 老實跟你說, 我也是第一次進古墓, 再說, 你不是很害怕死人嗎? 為什麼現在又不害怕? 阿英的好奇心都不知道多麼強, 見到我和肥仔船兩個搞得那麼神秘, 她就更加心癢了, 一定說要跟進去 我仔細地想想, 反正這座荒山野嶺, 都不用人看水, 既然是這樣的, 就要讓她進去參觀一下 阿英, 讓你進去都可以, 但是有三條紀律, 大家一定要遵守 第一, 進去一定要戴口罩, 而且從回來之前, 絕對不能將她脫下來, 那不單是因為裡面的空氣不夠好, 更加緊要就是, 一般來說, 古墓是死人住的地方, 所以生人的氣, 絕對不能夠留在古墓裡頭, 誰留下了自己的聲氣在裡面, 誰就很不老禮,很不吉利, 還有, 如果一陣間見到古墓, 絕對不能夠對著古墓裡頭氣, 如果你的生人氣息在你的死屍面上, 很可能就會引發詩別, 這些都是摩金派這麼多年來定下來的批舉, 雖然有些迷信, 但是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 好, 大家照規矩地做就是了, 哎呀, 八一仔, 喂, 你幾時變得這麼柯國的, 你如果不敢去的, 我自己下去的啦, 最多到時, 你就等著數銀子咯, 靠你, 可能進去, 連棺材在哪裡都找不到, 好啦, 好啦, 時間都不早的啦, 我們快點做事啦, 順著一頭, 綁在外面一棵大樹上面的長繩, 我們三個人, 軟著一條繩, 終於在那個滑海的大洞那裡, 滑到進來這座古墓裡邊, 這個墓室不算很大, 最多只有三十多平方左右, 分成主室, 後室, 和兩邊的兩間二室, 這些格局, 似乎和墳墓主人生前住的地方, 大約很相似, 應該是按照他住的地方來設計, 這個墓墓主人的棺材, 就停在主室的陣中, 在旁邊的陪葬坑, 有幾副絲骨在那裡, 頭骨都爆裂了, 好像是被人用什麼重東西, 剝過頭一樣, 可能是用來殉葬的俘虜, 又或者他的妻子妾侍等等, 不過, 我們兩個都不是搞考古的, 你的東西也不空理他, 喂, 肥仔哥, 胡大哥, 你看這牆牆, 哇, 還有畫畫在那裡, 我順著阿英子的方向望去, 果然, 在墓牆裡面, 畫著一幅一幅的圖畫, 畫裡面的人民, 形象古樸, 許許許如生, 雖然播了那麼久, 但是那些圖畫的顏色, 依然非常鮮豔, 那些畫一幅一幅, 就像連環畫一樣, 有些畫畫著有個人, 在森林裡面打獵, 有些是在殿堂裡面, 和朋友喝酒, 還有出征的場面, 有押戒著俘虜回來的場面, 最後, 有一幅是封喉的場面, 每幅畫裡面, 都有一個, 個樣完全一樣的男人在那裡, 這個, 應該就是你座墳墓的主人, 看來, 我推斷得沒錯, 這座果然是將軍帽, 而且, 這個將軍, 還立了好大功勞, 封個喉, 至少, 應該是個萬戶喉啊, 不過可惜啊, 我掃均勻了整個墓室, 連旁邊的後室二室都掃不起來, 這個萬戶喉, 整個墳墓裡面, 隨著陶瓷的硬硬程程之外, 就只是有幾副已經散散的盔甲和兵器, 難道金國人, 吳興啊, 找那麼多東西來陪葬的嗎? 豈有此理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這次, 豈不是兇手而回, 什麼都得不到, 想到自己浪費了那麼多心機, 現在得到這樣的結果, 我的心都開始有點煩粗, 現在唯一的希望, 只有打開棺材了, 以前我聽阿祺說過, 古代的貴族, 落葬的時候, 最興在口裡, 含著寶珠, 或者雙手拿著他生前最喜歡, 最值錢的東西, 看來, 我們這次要發達, 現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棺材裡面, 這座棺材, 用的是極品的陰沉木樹森, 一破陰沉木, 由生長到成材, 至少要有幾千年的時間, 這種極品, 是可遇不可求的, 在古代的時候, 一般來說, 只有皇帝, 才可以享用到, 用陰沉木做的棺材, 躺在這些棺材裡面, 你的肉身又會永遠都不腐爛, 比那些水晶棺材更加實用, 更加值錢, 甚至比冰箱的保鮮功能更要好。 畢竟, 他們的貴族, 有哪個希望, 自己落葬之後, 視診會被蟲, 慢慢地鑄空啊。 我們面前的這座棺材, 不單止木料非常講究, 而且棺材上面雕的花紋也很精美, 雖然, 它可能還比不上皇族的棺材這麼講究, 但是, 就我們來看, 都已經算是非常奢華了。 啊, 上面的棺材釘, 釘得非常實正, 我用弓兵鏟, 出力地叫了幾叫, 但是, 那棺材蓋, 動都不動。 老公, 來, 我們兩兄弟, 夾手夠力一起來, 人家說兄弟同心, 奇理斷金, 我不信, 我們兩兄弟聯手, 都叫不開這個棺材蓋。 來, 一, 二, 三! 棺材蓋, 終於被我們, 叫開了一條搶牆的啦。 我和肥仔兩個, 又用力地將它一推, 整個棺材蓋, 終於打開了。 不看肥仔的船, 平時好像天不怕地不怕, 剛才進古墓的時候, 又爭著要先走。 但是, 到了棺材蓋打開之後, 它都緊張得, 即時就閉上眼, 閉上一邊, 怎麼都不敢向裡面看過去。 阿英, 又更加緊張得, 全身都震了。 它對手, 狠狠地捏住肥仔船的手臂, 捏到那些指甲都幾乎很小。 阿英, ieważет, 胡…胡大哥, 裡面了, 裡面, 裡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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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了… 那裡? 裡面了, 裡面了… 裡面了。 裡面了, 裡面, 裡面了, 裡面了。 老實說, 這時候, 我自己的心也很緊張。 我慢慢地靠近了棺材边 踹低头 向下面一望 哎呀 什么事 别吓人 别吓人 地底奇谈小说 鬼吹凳智精绝古城 原著天下霸装 改篇整理 林敬 音效合成 郭建文 陶正熙 本集就播讲到这书 欲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留意下集故事 请继续留意下集团